4月3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您的好 其实我很惊讶 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个外国人 因为这门课探讨的是非常深入的英语概念 虽然一开始很吃惊 但在他教了几堂课之后 明显感受到他对这个主题充满热情 而且非常了解 来自台湾的黄诗云 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的终身教授 在美国教莎士比亚一届十年 作为亚裔女性 她在以白人男性为主要组成的 莎士比亚研究领域 显得一枝独秀 去开会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我是人家带来的女朋友 或者是服务生 他们不会觉得说 你也是来开会 他也是要发表论 上课的时候 他们以为我是学生或者是助教 一直到我宣布说 好我们开始上课 然后我的名字是 他们想说 怎么会是亚洲面孔 因为他们可能期待 沙士比亚老师应该是白人 他小学生强调 沙士比亚的国际性 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和沙王作品 产生共鸣 而在探索过程中 美国人不见得比外国人来得轻松 讲英语为母语的人 她的英语跟沙士比亚英语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沙士比亚就是外国人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跟他们说 我做一个外国人来教沙士比亚 并不一定有 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因为你跟我一样 读沙士比亚都是外国人 虽然她出生在国外 但这对她的授课没有任何障碍 沙士比亚才是让我搞不懂的 现在的黄诗运因深受学生喜爱 但她在教学路上也曾质疑自己 曾有学生向校方反应 听不懂她的腔调 那时候回家就哭啊 但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后来慢慢学 就是脸皮要厚一点 脸皮厚有很多好处 因为你要学一个东西 一定要经过挫折 并且要能够犯错 所以你要容许自己去犯错 犯了很多错 看起来跌跌撞撞 可是从犯错里面 你会学到很多 一直到现在 黄诗运在教学路上 仍战战兢兢 付出加倍努力 而自己外国人的身份 也不再难以启齿 在这里待久了以后 才慢慢有这个自信 才慢慢觉得说 那我也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从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成长了 一个心路历程 它不是一个缺点 不是一种我需要把它藏起来的 而是可以分享 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的生活 也比较多彩多姿 现在他们本来可能 只知道美国的经验 现在他们可以听到这些其他的故事 还有移民的故事 黄诗运认为 美国社会的多元 使多数人拥有更开阔的心胸 值得身上环境 较单一的亚洲留学生学习 在拥抱不同文化的同时 勇敢做自己 将丰富彼此的生命 美国声音许湘明 西西 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